福坚南征 祖替北伐几十年后 在北方 十六国中的钱秦 经过三代人的努力 灭了钱燕 钱梁等国 统一了北方 钱秦王福坚 决心南征东径 统一中国 公元383年8月 钱秦王福坚 率领一百万大军南下 九月 福坚的弟弟福荣 率领的三十万大军 抵达淮河前线 十月攻破了东晋的军事重镇 兽阳 包围了另一个军事要地 霞石 被围困在霞石的进军 粮食快用完了 情况十分危急 送出的告急信 又落到了秦军手里 钱秦王福坚 认为进军已经不堪一击 就派了一个使者 到进军大营里去劝祥 那个派出的使者不是别人 恰恰是前几年被俘虏的 原东晋襄阳太守朱旭 朱旭到禁营 见了进军将领 谢时谢玄 不但没劝降 反而向谢时提供了 秦军的情报 他说 这次福坚百万人马南下 如果全部人马一击中 恐怕进军没法抵挡 现在趁他们的人马 还没有到齐的时候 你们赶快发起进攻 打败他们的前锋 挫伤他们的士气 这样就可以击溃秦军了 朱旭走了以后 谢时谢玄一商议 就派北斧兵的名将 刘劳之 率领精兵五千人 对前秦军的前锋 发起突然袭击 秦军不是北斧兵的对手 勉强抵挡一阵 败了下来 秦将梁城被晋军杀了 秦军争先恐后地渡过淮河逃走 晋军乘胜前进 直到肥水东岸 把人马驻扎在八宫山边 和驻扎受阳的前秦军 隔肥水对驰 谢时谢玄十分着急 因为拖延下去 只怕各路秦军到齐之后 对晋军不利 谢玄派人给福坚送去一封信 说 你们带了大军 深入晋国的阵地 现在却在肥水边 摆下阵势 按兵不动 是不想打仗了吗 如果你们能把阵地 稍稍往后撤一点 腾出一块地方 让我军渡过肥水 双方就在战场上 比一比输赢 这才算有胆量 福建一想 要是不答应后撤 不是承认我们害怕进军吗 他马上召集秦军将领说 他们要我们让出一块阵地 我们就撤吧 等他们在渡河的时候 我们派骑兵冲上去 保管能把他们消灭 谢时谢玄 得到福建答应后撤的回音 迅速整好人马 准备渡河进攻 约定渡河的时刻来到了 福建一声令下 芙蓉就指挥秦军后撤 他们本来想撤出一个阵地 就回过头来走攻 没料到许多秦兵害怕进军 一听到后撤的命令 撒腿就跑 再也不想停下来 谢玄率领八千多骑兵 趁势飞快地渡过肥水 向秦军猛攻 这个时候 朱絮在秦军阵后叫喊起来 秦兵败了 秦兵败了 后面的兵士 不知道前面的情况 只看到前面的秦军 往后奔跑 就也转过身来 跟着边叫嚷 边逃跑 芙蓉 气急败坏地挥舞着剑 想压住阵脚 但秦军就像潮水般的往后涌来 哪里压得住啊 一群乱兵冲来 把芙蓉的战马冲倒了 芙蓉挣扎着想站起来 进军已经从后面赶上来 把他一刀砍了 主将一死 秦军更是像脱了缰绳的精马一样 四处乱奔 阵后的福坚看到情况不妙 只好骑马拼命逃走 一直逃到淮北 才保住了老命 东晋王朝 没有被福坚的一百万前秦大军拔垮 可是后来 却葬送在了一帮昏军奸臣手里 晋孝五帝重用昏庸的惠姬王 司马道子 排挤谢安等忠诚 东晋朝政就越来越腐败 到晋安帝在位的时候 惠姬郡一带爆发了孙恩领导的农民起义 后来 荆州都督 还旋带兵 进攻建康 废了晋安帝 自立为帝 过了三四个月 北斧兵将领刘豫 打败还旋 迎晋安帝复位 几年后 晋安帝死去 刘豫就派人 胁迫刚刚即位的晋宫帝 让位 东晋王朝在南方统治了一百零四年 就这样灭亡了 公元四百二十年 刘豫即位做了皇帝 改国号为宋 这就是宋五帝 至此 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时期 祝食 好 为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